昌浦盆景被誉为是文人草 它与兰花、水仙、菊花并称为花草似雅 古人将其比喻为君子 摆放在书案茶几之上 来寄托自己淡薄名利的人生态度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 常见的五种种植昌浦的方式 第一种直接地栽 昌浦清新飘逸的姿态 非常符合中式庭院的风格 搭配石头水井都很美 除了石昌浦可以水培 其他品种昌浦都需要土培 第二种就是常见的盆栽法 陶瓷盆、石头盆、砖头盆、塑料盆 都可以用来种植昌浦 昌浦大苗可以用来分株 一般选择春天或者秋天时来操作 古代文人很喜欢这样相互赠送昌浦苗 寓意高雅的友情像昌浦一样长青 第三种剪石种谱 我们去河边路边剪一些天然带孔的石头 种上昌浦还原它在自然界中的风貌 以食配谱甚是有野趣 第四种假山上种昌浦 昌浦是假山造景的常客 昌石、溪水石等雕刻的假山 种上青苔和昌浦 往室内一摆就是天然的加湿器 闲暇时能欣赏到如此美景 真的是赏心悦目 第五种昌浦苔藓球种植法 我们以青苔代替花盆 将植物包裹成一个球 用细线将其固定 适合摆在茶桌 非常有蝉意之美 这种种植方式非常适合南方的朋友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种植方式 虽然它只是简单的小草 但太多人就是爱它简简单单的美 现在春天正是种昌浦的好时节 同款昌浦盆景点左下角就能买到